'以色拉记'的以色拉记'最后 侏型们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以色拉记第六章的十六节 到最后 在十五节告诉我们在大利物王第六年 圣殿终于重建完毕 那时候是主前五百一十六年 距离所罗门王建造的第一圣殿 被毁于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刚好相隔七十年 圣殿重建完毕了 十六节 以色列的祭司和立位人 并其余被鲁归毁的人 都欢欢喜喜的行 奉献神殿的礼 行奉献神殿的礼 就献公牛一百只 绵羊二百只 绵羊糕四百只 我们如果比照 这个列王纪上第八章 六十二到六十三节 当初所罗门王第一圣殿 献殿的时候 所献上的牛羊 这个时候 所献的跟所罗门时代所献的 真的不能比 不及他的两百分之一的牛羊数目 因为归毁的以色列人 真的数目很少 大概五万人左右而已 而且呢 他们整体上来讲 虽然有相当多人 算是相对富有的 以色列人归毁 但是因为人数太少 而且长期又受到 撒玛利亚人的打压 所以总体的经济实力 真的是无法跟以前 所罗门王时代来相比 整个一个经济的实力 只有两百分之一的实力而已 但是他们虽然是这么的不足 但他们却是欢欢喜喜的 来行奉献给神的殿的这些礼物 经文我们继续看 他还献公山羊十二支 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 公山羊线十二支 就代表十二支派 虽然这一次归毁的百姓 大部分都是南国的百姓 但是他们仍然谨记 包含先知撒加利亚 对他们的预言 就是神要再一次 使南北合一起来 重新归于一位大牧人 重新归于一位弥赛亚 因此他们虽然人数少 而且十二支派也不齐全 但他们仍然献了十二支 公山羊做赎罪祭 十八节 且派祭司和立位人 按着班次 所谓的班次指的是 例如历代至上二十四章 第四节 大卫王给这些立位人 祭司分成二十四个班次 让他们按着次序 可以来到圣殿来供职 因此按着班次在伊路撒冷 让祭司跟立位人可以侍奉神 都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外在的圣殿建造工程 能够完工很不容易 但内在的与神的关系的重建 更不容易 特别是以前 为什么会弄到国破家王 外在的圣殿被毁呢 就是因为他们内心不愿意遵行 神所吩咐的神的律法 因此好不容易被鲁归回了 圣殿在被毁七十年之后 得以重建 他们真的里面 都很想好好来遵行神的话语 第十九节 正月十四日 正月十四日就是逾越节 被鲁归回的人守逾越节 代表他们是新的出埃及记 反复他们从巴比伦被鲁之地 回到耶路撒冷 如同他们以前是从埃及 被神释放的自由 神带领他们进入耶路撒冷 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一样 这次是一个新的出埃及记 一如这个先知耶利米之前 所预言的跟所宣告的 将来他们被鲁归回之后 是一个新的出埃及记 二十节 原来祭司和立位仁一同自节 无一人不洁净 因为要来守逾越节了 立位仁为被鲁归回的众人 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 并为自己宰杀逾越节的羊羔 逾越节羊羔宰杀规定是 每一家都要宰杀一只逾越节的羊羔 来为你们这一家赎罪 二十一节 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 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 而归附被鲁归回以色列人 他们的要寻求 一和华以色列神的人 也都可以来吃这羊羔 什么意思呢 除了这些被鲁归回的以色列人 这五万人来守逾越节之外 还有一些人 他们沾染了外邦人的污秽 归附了这个如今愿意 重新寻求以色列神的人 愿意重新悔改 洁净的人 他们也可以来吃鱼野节的羊羔 这些人是谁呢 可能是这个之前没有被掳走 而被这个巴比伦人留在 耶路撒冷的最下层阶级 最穷困的这些农民 那可能这段时间 七十年里面 他们就跟外邦人混杂了 沾染了外邦人 拜偶像的习俗 而如今他们愿意 跟着这一批七十年后 重新被鲁归回的弟兄们 一同自洁 重新转向神 那他们也可以有这样的恩典 来吃鱼野节的羊羔 因为这个鱼野节的羊羔 要给每一个愿意 真心向神悔改的人 来赎罪 就如耶稣基督 他不分犹太人 也不分非犹太人 凡是被圣灵感动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 救恩福音的 都能够得着 这一位世人戴罪羔羊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死 所得来的宝贵救恩 我们继续往下看 二十二节 欢欢喜喜地守除孝节七日 按照律法的规定 守节七日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 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 兼顾他们的手 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这个亚述王是指谁呢 应该指就是大利乌王 那他不是波斯王吗 为什么称他为亚述王 就如同在之前五章十三节 也称古列王为巴比伦王 都有一些属灵上的含义 他的意思可能是指 以色列的百姓 一直悖逆神 所以上帝就一直使用一些外邦的帝国 来作为惩罚他们的工具 从一开始是亚述王 后来变成这个巴比伦王 后来变成波斯王来统治他们 但是这些帝国的君王 看起来很伟大 统治这么大片的土地 但他们其实都是神的工具而已 例如神激动古列王的心 那古列王就成为神的器皿 成为神的工具 神的仆人 神就使用古列王来推行宗教宽容政策 就让以色列人可以从贝鲁之地 归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呢 这个这边提到说大利乌王 很像这个亚述王 代表他也是一贯以来 亚述 巴比伦 波斯 这些王 他们都是神手上的工具 和器皿 或是管道 若是神悖逆 神的百姓悖逆不听 不愿意悔改 上帝就使用这些王来刑罚 像棍子一样来刑罚上帝的儿女 但是当百姓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时候 上帝就使用这些王 来成为帮助 甚至是祝福 甚至是为神的儿女效力的器皿 所以兼顾他们的手 能够让他们完成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赞美你 全地都是你的 列国万邦都是你的 就算是不认识你的人 也会成为你运作万事的器皿 管道跟工具 谢谢主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重新建造第二圣殿 他们欢喜快乐 虽然财力明显不足 但他们仍然欢欢喜喜的 快快乐乐的来向神守洁 并且满心乐意遵行神的话 主外在的工程 外在的事工 外在的教堂的建造固然艰难 但更可贵的是我们内在与神的生命的关系的重建 更是宝贵 更是关键 谢谢主 求主祝福我们 在你面前愿意遵行你的道路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福大家